小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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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來到用貨櫃 搭建起來的 星巴克咖啡 我們過去看看 這裡是亞洲唯一的貨櫃星巴克 由日本副建築大師魏妍武設計 在台灣花蓮落井 地址為花蓮縣吉安鄉南兵路一段505號 並名為星巴克回蘭門市 於2018年9月26日正式開幕 所謂副建築及聖建築這反義 魏妍武認為20世紀以後的建築 在世上分分以建築高度與豪華度 作為人類文明和商業發展的表態 如此一來容易使用忽略建築存在的核心價值 因此他提倡在地取材 因地質疑 與延續當地傳統等做法 來詮釋建築應當擁有的文化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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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妍武以大樹開枝散業的設計意向 將曾駐足過紐約 巴爾地摩馬賽 巴塞龍那等世界各大城市碼頭的29個貨櫃 作為主體堆疊 打造出道金字塔形的四層建築 赋予货柜奖心的生命 除了纯白货柜屋令人经验 这也是花莲第一间车道型门市 让顾客除了可以在室内享用 也能够直接在车上点餐 并快速将餐点带走 其内装设计保留了货柜的原始风貌 再融入花莲在地原住民阿美族的鲜明色彩 使用大胆丰富多彩的墙面艺术作品 透过自然手感的唾液空白 将原住民元素的图屯在门市各角落呈现 并在不同的货柜空间内写着共享回味的标语 以表现星巴克的精神 店内有贩售回来门市独卖的马克杯 保温品 以及货柜星巴克模型等纪念品 让顾客日后能够借延伸在此地的美好合意 越来越来越温宣争 貨櫃膠跌的空處 可以大面積的彩光天窗 讓日光層層灑落 彷彿陽光穿透樹林般的粉圓 體現了花蓮的地方特製路 讓顧客可以在大自然中享受美麗 這天是2020年4月4日 當時我還順道去逛了一下隔壁 在2018年12月26日開幕的新天堂樂禮 一間多積極的余分 天道圓 最高的軍力 全都比天氣 全都是十分之一 有自己的余分 誰在大人呢 大家看嗎 怎麼啦 T dizendo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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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